创造金钱第23章 存款肯定你的丰盛 把一部分的钱变成存款对你而言有极大的价值 即使在你有负债的情况下 存款贡献了社会的金钱流动 因为存下来的钱能被循环和利用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存款是你能自给自足的资源 存款也是一种正变的肯定 表示此刻你拥有的大于你的需要 当你感觉丰盛 你会变得有磁力吸引更多的金钱 你存下的钱是立即可用的能量 如果你把它放在可以变现的投资上 一旦你有积蓄 就比较不会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 大自然也遵守着储蓄法则 你可以观察松鼠储存胡桃果冻 雄冬眠以节省能量 如果你又存款 你更能够掌握机会 把存款想做扩大可能性的账户 为你创造更多选择与自由 存款让你能够掌握采购的时机 你想要的东西也许需要大笔金钱 才能获得 如果你有存款可用 你通常能在想要一件事物时得到它 你们有些人认为 如果把钱存下来 表示对自己在需要创造金钱的能力缺乏信心 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存款 你其实一直都在储存和保留金钱 当你收到服务换得的报酬时 除非你立即花完它 否则你就是在存钱 既然你已经在金钱收入与支出的期间保留它 你需要的只是在你收支中保留比平常多一点的金钱 那些你保留下来的钱 会像金钱磁铁一般吸引更多的金钱 你的存款越多磁铁就越大 你曾经花掉最大笔存款是多少呢 你最大笔的存款有多少钱 许多人会在快超过之前的存款金额时便开始花掉它 为了增加你的存款 允许自己花钱以后 要留下笔之前更多的钱 当快要超越过去的存款上限时 留心观察自己 并创造一个意图打破这个存款关卡 仅仅是在心中觉察这个限制 你就成功了一半 你可以在能量通过你时 有意识地在花掉它之前累积更多金额 如此创造能量流的盈余 你不需要先有一笔财富才开始存钱 每个月存一点钱 五年或十年后就会变成一笔很大的现金或投资受注 而存钱最好的好处 就是让你习惯越来越大的金钱流量 以及它所代表的能量 如果你想要更大的丰盛 这正是你需要的 你们许多人希望精通显化的技巧 能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意味着你能不透过金钱 就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 或学会为大型采购时 吸引大笔的金钱 要做到这样 你需要成为一位能够吸引稳定能量流 去支付日常所需 又能创造巨大能量波动 来应付大型采购的大师 如果你喜欢当下 就创造你想要的 你会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能量 适应各个层次的能量变动 大部分的人只习惯某种范围的稳定能量 它不让自己的月收入不多不少 固定在某个钱数上 存款能够帮助你 适应越来越大宗的能量 如此你能够处理更庞大的能量流动 一旦你熟悉了新层次的能量流 并对更大的能量盈与感觉舒适 大型采购所需要的大笔金钱 就能够轻易地被你创造 你不需要动到你存的钱 或卖掉你的投资 它们就像一张安全网 在你需要时 保护你 你们有很多人都希望每天能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必担心金钱 你想要经济自由 有很多方法能够为你创造这种实相 其中之一是做你喜欢的事为你带来金钱 让你为乐趣 娱乐所从事的活动变成你的丰盛源头 你也可以锻炼心向事成的技巧 在你需要一笔事物时立即地吸引它 或者你可以变得非常有钱 靠利息或投资生活任何方法都可以 决定哪一种能够满足你的本质 然后开始精进创造它所需的技巧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可以有盈余 如果你相信自己很穷 那么不管你拥有的钱是多是少 你都会将创造这个情况为真 从相信你配得丰盛开始用你的存款作为一个肯定 确认你此刻拥有的比你想要的更丰盛 每当你想到你的存款 想想你会怎么使用它们 那会帮助你吸引更多的金钱进到你的存款 你想要存多少钱 尽可能清楚而真实地想象着它 观想你的存不余额 想象着你看着那笔金额的喜悦 别把存款当作灾难准备或者是急难救助 否则你会经常创造紧急世界而用掉它 把存款当成是你的财富指标 让它教导你处理更大更丰盛的金钱流动 而当你提领存款或者是兑现投资时 确定你是为了特别的事 你深切渴望的事而花用它 这会为你的金钱注入活力 并让你所有的钱更有磁性 问自己 我要如何的用我的存款服务我的更高目的呢 存款最好的用途之一是用它来支持你的人生职业 你会发现 那些富有的人把多余的金钱投入他们的梦想 在他们投资事业之前 他们会先投资自己去认识他们要投资的领域 把钱花在能够帮助你推展职业的事情上 也许是买书 上课 买设备 专业的服装 或是整修家里的空间以创造一个办公室或工作室 将你的钱用在人生职业的开创会为你吸引更多金钱 如果你执行人生职业需要的一切具足 你可以先把钱存下来 直到适当的用途出现为止 当你创造金钱的余儿时 有很多储蓄的方式 你可以保持金钱的流动性立即的取用它 例如 把钱放在存款账户 或是也可以进行货币基金的投资 若你正在考虑投资 可以问自己 投入这项投资的能量流 是我生命道土的一部分和运用时间的最高方式吗 你也许会发现存款型的投资将花费你最少的时间和能量 也最不需要观察和照顾 将金钱用于投资会需要你花时间去关注 你也许会需要某种程度的技术和能力 也许你需要学习有关股市的知识 搜集资料 熟悉门路 流星每日新闻 决定你想要如何运用你的时间 不要只是把你的钱交给别人 特别是没有丰盛意识的人 如果你把投资的责任交托给别人 确认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你有能力依照你的标准监控和评估他们的表现 那是你的钱 你储蓄的能量 你要对你的投资保持注意 维持与它的能量连结 你储蓄金钱的方式和你是谁 你想做什么 以及你喜欢如何运用你的时间有关 如果你花很多的时间管理投资 确定这是你最高的乐趣 以及人生置业 通常最好的方式 是将多余的钱放在不需要花你太多能量的安全地方 而把你的时间和金钱投入你的人生置业 最终 你花在人生置业的时间 跟金钱将带给你更多更大的报酬 投入你的投资而让它反映你的能量 以及投入你贡献人类的人生置业之间 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当你获得经济的独立 你最大的挑战将是寻找最高 和最好的方式来运用你的金钱 在这个星球上创造最大的改变和益处 投资有很多的选择 有许多好的投资是能够荣耀地球 帮助人类并用你的金钱创造美好 把你的每项投资带进灵魂的光中 不要只看投资的报酬率 要同时评估它为人类和地球 增添光明的潜力 确定你知道你的钱会如何的被使用 而你忠心相信那些事 如果没有适当的计划 出现让你投资 就继续的把钱存在 让你感觉舒服的地方 直到对的机会出现为止 那些完成伟大的财富与服务的人 并非一系之间半岛 他们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 并总是把金钱投入他们的工作 而为他们不熟悉的事 他们沉浸在工作中 并且始终不断地稳定追求多年 即使最初的工作未必是后来成功的行业 他们获得许多知识和经验 把握出现的机会来教育和扩展自己 为自己人生置业致力奉献 为他们带尽的金钱的丰盛 那些不赚钱或者是无法体验丰盛的人 通常是一些认为自己必须做不喜欢的事 直到有足够的钱才去做想做的事的人 他们可能会尝试某些快速致富的投资管道 看起来太美好而不真实 而他们通常也的确如此 所谓持久的财富与丰盛之道 是执行你的人生置业 遵循金钱的灵性法则 运用能量词画吸引在行动 并过着充满爱与喜悦的生活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已经谈到了 所有能够让你成为显化大师所需要的技巧 然而他们就像其他的技能一样 需要不断地练习来精通 一旦你练习 你将学习了解自己 以及运用能量经维之处 当你创造 享受你的成功 即使是些小事 它都代表你的显化技巧是有用的 别用多快得到来评价自己 要用你多么因自己所吸引的事物 感到满足来评估 创造丰盛 需要你放掉任何相信金钱和事物 很难创造的固有信念 因为它并非如此 你现在已经准备好 开始创造你喜爱的生活 做你喜欢的事 并体验活出丰盛的喜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